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带您走进纹身师Syson的创业故事 体验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 今天的年轻客户是第一次接触纹身 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生日 他希望在后背赐上天秤座的标志 在过去的12年时间里 Syson把纹身作为一种另类的艺术追求 服务了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客户 但是至今都没有感到过倦怠 这个工作本身就比较有意思 因为每天接触的客人不一样 每个客人给你带来的工作的主题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每天接触的客人都很有意思 包括有时候客人会跟我们先讲一些 他们纹身的一些故事 就是为什么要刺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也很搞笑 也挺逗的 一些比如说一些纪念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突然间觉得自己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那可能要给自己一个激励 或者一个鞭策的作用去刺一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有的 我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爱好来做 所以我是很享受这个整个过程 就包括有的时候客人会拿来一些主题 或者是我会很感兴趣 我会觉得就是在设计一些东西 包括在给客人刺一些东西 我会很兴奋 那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有 就是在刺到一半的时候 觉得这个图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已经达到一个我满意的效果 我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很好 是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所以说我还是整体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Syson来自天津 是加拿大最受欢迎的纹身艺术家之一 目前在安省和天津经营着三家门店 旗下聚集了20多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风格各异的纹身师 我接触的比较早 可能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就接触 因为那时候也是很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国内那个大环境 就是对纹身这个东西并没有太推 去推广这个东西 就好像现在一样真的就是大家已经不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很负面的东西了 其实就好像你去染了个发色做了个发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完全是一个体现一些自己个性一些想法的东西 是这样 然后对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纹身 然后有接触一些做纹身的朋友 然后开始身上纹了一些东西 应该是03-04年的时候吧 开始自己去接触纹身 我是08年来到加拿大 然后我之前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呢 然后待了两年决定想出国闯一闯 然后08年来这边也是以留学生的身份 一开始上学上了高级上了三年 我当时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因为想找一个可能跟画画相关的专业吧 可能我自己更擅长一些 因为我从小画画画了很多年 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四岁的时候左右开始就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一直对这些东西的艺术方面我很感兴趣 所以一直想要也要从事一个跟艺术相关的事业吧 2010年因为对刺青的喜爱 Syson开始尝试着自学技术 他一边攻读学业 一边在纹身店里兼职 从此开启了纹身师的生涯 这时候我也没有去正式八经去学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其实也挺逗的我去买了两把机器 回来我就觉得我觉得应该我可以做这个吧 因为其实就在画画嘛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倒没有什么恐惧感 就硬着就拿着东西我就去了去上班去了 然后上班开始之后发现 这个东西原来其实比我想象的难得很多 也可能是幸亏我可能有这么多年画画的基础吧 所以上手比较快 有几个月就差不多适应了 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 要练习的东西 接触的东西可能要很负担 比如说我可能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一张图 打印机不停地打印 然后重新改稿 然后这样 那现在大家都有iPad 然后几分钟电脑就把图做出来了 或者几分钟就把图修改出来了 那对这个东西的影响挺大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不便的就是对文人师的要求 就是比如说包括你要有耐心 你要我觉得能做得住去准备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一个认真的程度 因为怎么说呢 其实你做一个纹身并不难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 总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和做好一件事情完全两个概念 经过一年时间的打磨 塞森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天赋和热情 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专业 转而创立属于个人的纹身品牌 因为当时我的那个老板呢 他并不了解纹身这些东西 就是他自己的专业 他本身并不是去做这行的 所以他只可能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和一些观察的角度不太一样 所以我当时想可能换一个更专业一些店 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 那当时可能没有人要我 就是我拿着我的portfolio走了 多伦多走了一些店之后 没有人收我 当时我就说算了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试试我自己找个小地方自己做就好了 然后就是这样找了第一家店在唐人街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生意 当时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完全是一个 因为那时候我才来加拿大第三年 也是算一个比较 对周边环境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太多 就是生意方面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只是找一个地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包括现在一样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纹身当做一个工作来做 就是十年了吧 十一年了 我从来没有一天就是觉得 我今天起床要去上班 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在做自己一个爱好 就是很喜 从小就很喜欢的一个东西而已 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就是注重就是 一个生意应该去怎么样运营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刚开始也去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意 可能身边的朋友之类的会多一些 然后也做了很多免费的 因为可能要积累自己的作品 要去锻炼去学习嘛 所以做了很多免费的图给不认识的人 这家店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而随着学徒和客户日渐增多 四年之后 塞森在北约克开辟了分店 与此同时 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在业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我是13年开始去跑展会 然后13年大部分当时是加拿大 然后去后来去美国一些 比如说纽约啊 就是我们东岸这边的周边的一些城市 我都有跑过 从13年开始 大概我是跑到16年的时候 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想拿100个奖 然后16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拿到了之后 我休息了段时间 因为从11年到可以说是16年吧 其实我是从10年开始做纹身的 到16年之间 我基本上没怎么休息过 基本上一周七天都在工作 那时候那六年的时间 把自己用到精疲力尽 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很拼吧 当时也是盯住一个目标 我就想尽快地达到那个目标 你想那时候我一辆车 为了就是拉东西 我们跑展会用一年可能开了4万多公里吧 我两年多的车开了8万公里 所以说当时美国到处跑 然后去跑展会 那一下前展会就多一些 那可能一个月就是出于跑两三次 这个城市有展会 马上就去了 那之前很突然的就是那种 比如知道消息明天在某一个城市有展会 走今天晚上收拾东西 连夜开车就我们就出发就过去了 然后比完赛就回来继续工作 所以那时候很辛苦很拼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 这十年里边最享受的一段时间 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然后就是每天其实就是奔着那个目标去 就是我很享受那段时间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文身的历史起源已经很难追溯 如今随着社会的开放 即使是在比较保守的族裔和社区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这种独特的皮肤艺术 其实都有华人 本地人 加拿大本地人 然后各个肤色的年龄段 其实都有 我们的客人的这个 分散的面还是比较大 那有的就从18 19 可以法定年龄开始接触文身的时候 有18 19的客人 也有几十岁 五六十岁 甚至七八十岁的客人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social media 包括各方面的这些软件 都在都在风靡的时候 可能大家看到东西越来越多了 所以接受的信息也不一样了 那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也不一样了 那以前可能客人觉得 文身的概念就是要刺一种很大一片的这种文身 大面积啊 或者题材比较比较 怎么说 比较极端一些的题材 或者怎么样的 那现在就是完全大家不会有那种想法 就是可能花花草草 都可以刺 所以大家接受的程度就会稍微的高一些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两家文身店都被迫关闭了大半年 这给了Syson和伙伴们难得的休整时光 也让他们更为珍惜自己的艺术生涯 和来自客户们的信任 作为我自己来说和一些其他的店的可能区别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文身师 那可能很多文身店的老板不一定是文身师 所以我们对这东西看待的角度就本身就不一样 那我一直以来 我对店里面人也是重复在说一件事情 我比较关注质量 我觉得一个客人愿意把皮肤交给你 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你收了人几百块钱 随便给人吃一个东西就走了 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吧 所以说我还是想认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那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健康的 比较轻松的工作环境 这个就是我很简单的目标 Syson的创业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 永远是最好的导师和动力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 扫明屏幕下方的微码 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 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